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火烧眉毛了 现在是有他们没我们 有我们就没他们 高总 现在是生死存亡的时候了 我倒是觉得 他现在找势力 倒是一个好的迹象 你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高总 夏副市长来电话了 这么快啊 你们几个先出去 把电话给我接吧 喂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吗 不知道 是不是有记者找您 他不单单是记者 他是我 未婚妻的前夫 您的未婚妻是 是 你不要给我装算 于静你不知道吗 于静 哦 您说的是不是前几天 在公路上出车祸死的那个记者 他是你的未婚妻啊 我实话告诉你 我和于静 刚刚办完警官登记 我们本来 是准备元旦决行婚礼 但是现在出了这样的事 这些事情我先不说 持记者 你见过吧 他刚刚来过我这里 把他所了解的所有情况 都跟我说了 你不要放电话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我问你 北山六家药区一号警 到底有没有发生事故 夏普市长 您可别相信那个记者 我看 他是神经有毛病 听到一点点传言 就想抓个特大新闻的 完全是比较用心嘛 我劝你啊 一定要实事求是 要正确对待 你不可能阻止我向黄市长汇报这件事情 但是我给你打电话 有我的角度 实际着 怀疑郁军的死 是因为采访事故 被害的 您的意思是说 我们公司行凶杀人 我高卫权 我真伤心 我们没少被市里做贡献 教育基金 电视大奖赛 还有希望工程 昨天 我们还得给市里的文化广场 捐了一笔钱呢 您一说 我们这么做 我们图什么呀我们 你也不用那么激动 我这个人的公司分明 你那儿不是没出事故吗 如果没有 那你还心虚什么 下午市长 您可是了解我的 对于于静的死 我确实很伤心 如果有人害他 那就是害我 我这个人呢 绝不会善罢甘休 在这个需要宣布 中文字幕的打开 喂 微全 名利来我这了 好熊总 我吃的钱 东西我已经用特会专机给你寄过去了 我估计明天能说到 是这样 我们已经和市里取得联系了 他们挺重视的 对 没问题 我们能搞定 您放心吧 小杨表现得不错 我回去跟您说 另外熊总 我和杨命令的手机号码都变了 您记一下 我们会注意的 万一 万一我们出事了 那就是他们干的 是 我们会注意 熊总 先这样 你两个都要吗 两个都要 喂 听着 你要再干找矿了麻烦 小心我废了 让你生如死 你信不信 这东西我见了 你知道什么叫废了 告诉你 我会比一般记者多会点东西 会什么 应付两下 但是 人多了也不行 我说的你记住没有 你再说一遍 我们要你别在给矿上找麻烦 这对你没好处 好吧 要添加 我添加 我们居和你们公司好像没有什么业务往来吧 我来呢不是跟你们公司谈什么业务的 那你找我 找你是想跟你本人谈点什么 跟我本人 我这呢给你带了十万块钱现金 等事成以后呢我再付你二十万 那需要我做什么 听说你跟你老婆的关系一直不太好 对就是那个房间 姓池 哦我姓杨 嗯 对让他晚上给我回去电话 嗯谢谢 啊再见 嗯 那个 姓妈我让石翔到这来找我 哦 嗯 嗯 嗯 如果说一开子有个地方不一样 他不会来 他不敢来 他是 什么意思呢 没错 没错 也许他是真的对于静有感情 真想替他立案啊 我看他是在诈里 有点像诈 也有点像威胁 还有点儿 撕破脸的意思 他是不是 想要这个 我也在我这啥想 他 他还想要多少 一个未婚妻的钱 那加上替我说话 我不太敢相信 在这样的时候 他还敢提这个 他就不花这个钱 拿着烫手 所以我觉得做得不透 不 或许 他真的是因为 和于静感情好 和我们翻脸 和那个姓氏的联合起来 为于静报仇 是吗 这样对他 能有什么好处吗 不管他怎么想 他进贡 高总 你可是 要盘算好了 这进贡 是不是就等于 于静的死 他责任 就在咱们那里 我想 他们不会 不要提于静的事了 要提 要提北山柳家药矿的事 去跟他解释 请他帮忙 好 你们说 给他多少 这个书 不见得钱 不见得钱 三十万 至少 真那么疼 这小子迟早要出事 这个时候 他又肯拿 倒好了 他这种人 怎么能和于静那种人搞在一起呢 那两个记者 您打算怎么办 杨明丽 应该算是咱们的人了 负药 夫妻大难 还各自飞了 况且杨明丽 连我小弟子都算不上 好 请问您是先生吗 有点事咋你 什么事 刚才有位新杨的小姐咋你 那你给他回个电话 来 快点快点 找我去 你怎么知道找你的 等了 喂 对我 来吗 我在九重天呀 好 那我过去吧 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 知道 我完全知道 嗓子怎么了 老毛病 一上午就这样 吃药了吗 吃了 谢谢领导安心 由于你的失职 我们现在整个市委市政府 都面临着考验 是 就是我意识到了 可是您也知道 这承包出去以后 他很多事情都防不胜防了 消息啊消息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又是承包出去 越是要加强管理和检查 要不然 要你们这个经贸委干什么 更何况 安全生产委员会 和你们经贸委是一块牌子 是 我知道 下副市长 我对您是非常钦佩的 我比较年轻 也没什么 没多少经验 尤其在这个时候 我非常需要您的指点 来 小旭啊 你是破格提拔的干部 在提拔你的问题上 当时市委的领导班子 意见是不已知的 你知道吧 知道知道 我也知道 下副市长替我说了不少话 我一直牢记在心 其实啊 你也不用感谢我 我当时为你说话呀 完全是出于工心 来这里之前 我一直在生理工作 对于基层的情况呢 不是特别的熟悉 但是我知道 在基层工作 特别需要一批 年轻 有上进心 敢于说真话的同志 来协助我工作 但是 自从你上来以后 我们好像很少交流思想 这是我的错误 我的错误 您工作很忙 我也怕打扰你 好了 不说这些了 你到矿上去过了 去过了 我一听见消息我就立刻去了 而且还吓到警察 我还特意到一号警去看了看 你走了多远 你走了多远 三四百米吧 三四百米你能发现什么问题 小许啊 我们当领导的 一定要深入群众 要善于发现问题 你不要以为 你在高维权他们面前是领导 他们对你摆一摆顺的 其实呢 其实呢 只有他们贝蒂议论你的份 没有你议论他们的份 在他们的心里啊 你的微信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啊 这个我有感觉 看你的嗓子哑成这个样子 火上的不小啊 是不是担心 女朋友被人拐跑 啊 我们换个轻松点的话题 不会 你看 姓车的四十多岁 她那样 坐 你不要以为四十多岁就行了 现在很多女孩子啊 可真是喜欢 还喜欢成熟的 那也得有钱有地位吧 那姓车的还差的 余静不是也不要她了吗 你看我们两个啊 一个 跟姓车的有关系 一个 和杨明丽有关系 小雪啊 根据你刚才说的 和我了解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姓车的和小杨的关系啊 有一点微妙啊 那个姓车的 她哪来的那么大劲头 搞这个事故 很显然 有一半呢 她可能怀疑 余静的死 跟矿上的事情有关系 但是 这小杨呢 她是为什么 这个 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 她 她 她不会喜欢上她 姓池的 喜欢不喜欢她呢 这就难说了 如果 姓池的 把你当成 她追求杨明丽的主要障碍 这个事情啊 好像就变得更复杂了 你也这么认为啊 我这只是随便说说 她这不是 外国人的女人 其实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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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观看 感谢观看 爱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是不是 感谢观看 我说的话 感谢观看 快快快 感谢观看 这位是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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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发行 和 传言 我们 可是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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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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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